这个死者一定是头已经快就掉下来了 把腹脱的 比较残忍 我接下来我比刀弹 我现在倒下去我抢了当年 这个是万人的 年轻女性被人砍死在郊外的木材厂 凶手作案手段极其残忍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 凶手竟然是死者新婚不久的丈夫 残局背后究竟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这起案件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警示呢 2004年5月10日晚上11点钟 山西省翠峰镇一户姓严的农户家的大霉 被人疯狂的拍打着 老颜打开门后 惊愕的发现门口站着一个满身血污的年轻男子 老颜先是一愣 随后下意识的后退了两步 但是等看清来人后 老颜随即一阵眩晕 险些没坐到地上 这个时候年轻人竟扑通一声 跪倒在了老颜的面前 用颤抖的声音说 说啊我把他给杀了 好像从那个表情下半句半句 等到我说第二句说 我真的把他杀了 此时的老颜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跪在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啊 正是自己的妓子李铁英 而在李铁英嘴里被杀的那个人 老颜不用问也知道 就是李铁英的妻子王翠翠 而直到此时两人结婚 刚刚也就只有半年的时间 据李铁英的岳母说 当时女儿嫁给李铁英 他们老两口其实是不同意的 因为当初李铁英的母亲 是带着两个儿子改嫁到了老颜家的 将听条件贫苦不说 又是妓子 怨恶怕女儿嫁过去 跟着受苦 所以一直从中阻挠 可是奈何女儿就是看中了李铁英 这人老实 而且还有一名修车的手艺 李铁英15岁辍学后 就一直在镇上的一家修车店 跟着做学徒工 结婚前 李铁英已经在村里 开了家属于自己的修车店 由于人品不错 又实诚 平日里一些修修补补补的小毛病 也都是不收钱的 所以生意也越来越好 但是自从结了婚 王翠翠掌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后 来店里修车的村民就发现 就连给摩托汁充个气 王翠翠也得收个几毛钱 王翠翠的一摸不拔 很快就让前来修车的顾客 产生了反感 修车店的生意 也开始变得每况愈下 不仅如此 王翠翠较真正的性格 也体现在了与婆家人的相处上 结婚后没几天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 王翠翠向公婆提起了分子钱的事 王翠翠说 结婚时收的分子钱 应该由他们小两口保管 婆婆则说 为了给你们结婚 家里东拼西凑的 借了不少的外债 这些分子钱 应该先还外债 此时王翠翠把脸扭向了李铁英 心想着让丈夫帮着说句话 谁着李铁英张口就说 怎么什么钱你都惦记着 王翠翠看着连丈夫李铁英 都不向着他说 随即就火了 他拿起一只鞋子 丢进了饭桌的锅里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吵起来就把水的锡 给我们煮得过来的 李铁英找到妻子 本想训斥妻子几句 没想到妻子 却对他动进了手 把李铁英的脸 抓上了好几刀口子 接连好几天 李铁英修车时 都不敢抬头给别人说话 在被别人问起脸上的伤时 他都说是上山砍柴时 不小心滑到的 第二天 当母亲也发现了李铁英脸上的伤 心疼的看着儿子 随着李铁英接下来说的话 把母亲气得够呛 李铁英对母亲说 妈呀 你以后睡着脆脆点 人家刚过门 肯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就算他有些地方做的不对 您就当替儿子受点委屈了 听到这些话 母亲气得嘟囔了一句 真有窝囊 然后转身就不再理他了 不久后 因为家里修车店的生意惨淡 王翠翠自己在镇上 找了一份服装销售的工作 还在亲戚的木材厂 给李铁英 也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那段时间的李铁英 白天经营修车店 晚上就去木材厂打工 特别的有干劲 因为妻子王翠翠怀孕了 一家人因此 也算是和睦的相处了好一阵子 不过时间不长 李铁英就发现了妻子的异常 王翠翠不仅下班的时间 越来越晚 而且有时候接打电话 还经常故意躲着他 这就让李铁英的心里 难免有了猜疑 因为好长的一段时间 李铁英一直生活在一种自卑当中 从身高到家庭 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王翠翠总能找出李铁英的短处 然后拿自己曾交往过的男朋友 来做比较 嫌他就是挣钱少了 或者嫌他这个个子长得小了 总是挑一些这个李铁英的一些短处 在我刚前进来 你看我一切的对象 怎么好了怎么好 哪个男朋友都比你强 他拿出和他老婆一起造的照相 让我哥看 让他朋友看 妻子的每句话都像是一根根钢针插在自己的心上 而李铁英也只能把所有的委屈都埋藏在心里 无法向别人诉说 因为自从结婚后 李铁英就发现 自己与身边的亲朋好友的关系越来越远了 自己仿佛是被孤立了一样 直到2004年5月10号这一天 压抑在李铁英内心的怨气 终于彻底的爆发了 这一天白天 修车店的生意是非常的忙 下午收拾完李铁英连晚饭都没顾上吃 就倒头躺在了床上 没想着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还要去木材厂上班 可是李铁英这一觉竟睡到了晚上10点多钟 直到妻子王翠翠打来了训斥的电话 李铁英才匆忙的骑车赶去了木材厂 而到了木材厂 李铁英就看到了一脸怒相的妻子 在王翠翠看来 李铁英的迟到 让他在亲戚的面前丢了面子 而这个时候李铁英并没有着急去干活 而是对王翠翠说 我晚饭还没有吃 给我两块钱 我先去买点东西吃 随着正在气头上的王翠翠 掏出两块钱 就直接扔在了地上 而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身边 除了那个亲戚之外 还有木材厂的另一名工人 这让李铁英感到十分的气费 这种妻子就从谁没有办 当成一个 就是把你当成人看的那种感觉 太贬低你了 不过李铁英当时也并没有发作 而是弯腰把那两块钱捡了起来 等到外人都走后 李铁英本想找妻子说一说 以后在外人面前给自己留点面子 可是这个时候 妻子王翠翠突然接起了一个电话 说话的语气 及面部表情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想想妻子对自己的态度 李铁英瞬间就控制不住了 他抓住妻子的胳膊尾 这么晚了是谁给你打电话 妻子甩开他说 客户啊 怎么了 长时间压抑的情绪 以及种种的猜疑 让此时的李铁英逐渐的失控 他颤抖着身体 咆哮式的吼道 你一个卖衣服的有个狗屁客户 我告诉你 别拿我当傻子耍 我要是得不到你 你也别想跟别人好 据李铁英回忆 当时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感觉都不是自己的声音 而王翠翠则根本没有听出 李铁英此时的绝望 反而跟李铁英比起了狠 仅存在李铁英内心的一丝理智 此时也已经被愤怒所吞噬 他捡起地上的一把斧头 怒目圆睁的盯着妻子 而王翠翠只是冷冷的看着他 也许当李铁英的斧头接触到他的脖颈之前 王翠翠都不会相信 这个老师 顺从甚至有点懦弱的男人 都不可能真的对自己动手 可是悲剧的发生 往往就是那么一瞬间的邪念 恢复理智的李铁英 在回家的路上 便向警方打去了自首电话 2004年7月份 最终综合考虑了案情 以及自首情节李铁英 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好的各位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老树 咱们下个故事 再见